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一件在大陆前一阵子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昆山龙哥的事情 因为龙哥开了一部宝马车 BMW车 结果在路口 对于一位骑着电动脚踏车的发生了一点冲突 下车就想要把他拖走 甚至于用手脚去全脚打踢 甚至于一气一气拿着刀 就想要把姓渝的骑电动脚踏车的启示 想把他可以砍 结果没想到砍不到 手一滑刀落在地上 结果这个龙哥 这个渝姓男子把刀拿起来反砍他 把他给砍死了 那一开始的时候 把姓渝的骑士认定为他有杀人 但是因为社会的整个的舆论压力下来 最终判定的是正当防卫 我先想请问一下 这个Peter 在中国大陆目前的法治的情况 要被判成是正当防卫 杀人没事 这是有多困难的事情 非常非常困难 基本上没有 可以说是 很少找不到太多案例 没有找过案例 这个潜力 这个正当防卫这个条 在那个刑法里面第二十条 它加上去的这个呢 都是九十年代以后才加上去 我距离哪一年 我还不太清楚 好像九十九几年 加上去以后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 你看以前有过一个 就是一个姓邓的 一个邓姓女子 因为被一个官员强暴 然后他把那个官员给杀了 后来这本来应该说 严格讲也是一个自卫防卫 那个正当防卫 因为你说到强暴 但他没有被 没有 还是定罪 就是说那个防卫过当 然后呢还是判了 他当然就说那个刑捡了 另外还有大概是 也是几年前 在山东也很有 一这样的事情 一个男的 他看着他母亲 被几个人羞辱的 也是那个就杀了一个人 杀了三个人 当然整个社会的氛围 也是觉得你们这样 好像是那个 这个叫做那个 强暴一个妇女 他儿子类的 属于一种 好像也是 也属于一种正当防卫的 但是也是判刑了五年 但是都行 他杀人了嘛 现在中国长久以来 有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死者为大 即使你是正当防卫 如果说你把人搞死了 那个家庭可能会哭哭闹闹 对吧 这样会搞得就非常复杂 然后这个概念 好像人家都死了 你竟然是你 你可能有道理的 你也不能杀 再有道理都不能杀人 对 所以这个情况 一直没有这种状况 所以可以说 从这个方面来说 就中国大陆的法律 执法方面 还是非常的保守 那你认为说这一次 为什么能够判证当防卫 它的关键原因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 太多的在法律上的改变 对 没错 但现在就说 这一次呢 可以说现在就是 我们一直批评在大陆上 现在全大陆 大概有四亿多个摄像头 对吧 包括还有人现在手机 也拍摄整个过程 对吧 这个整个过程 就是警方啊 当时在第三天 就看到那个录像 录像以后 他就确定 首先你这个流行的 这个开宝宝车的人 你把车开成那个 非机动车道里面去 第一你就犯了 违反交通法 对吧 第二呢 你错在先 你错在先 第二你下车 你首先动手打人 对吧 第三呢 你拿出凶器来 对吧 所以他有三个 很强的理由在那里面 你打了人家五六次以后 他才还手 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了 整个社会范围是一边倒 所以 那我想当然 这个很重要一点 有两个关键 一个 这个是开着一个跑马车的 一个 一个等于说是 比较强势的人 没错 第二个 后来又发现说 这个龙哥可能涉及到 是一个黑社会的 组织的成员 红社会 红社会 等一下你再来讲一讲 就是说黑社会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氛围上 是一个 一个恶霸 在欺凌一个 弱小的一个老百姓 无辜老百姓的一个形象 变成被迫 必须要做出这样的判决 耀元你怎么看 你到底你会比较从 正面的角度认为说 这是一种 法律司法正义的提升 还是说实际上 他是有他政治的一个考量 不得不这样看 才能够洗民怨 我来补充几点 第一个 不管 今天不管是台湾 中国 日本 韩国 这些所谓的东亚社会 他基本上还是强调社会和谐 简单来说 你只要任何一个举动 是有破坏 不是破坏你自己家里的问题 只要是破坏 有其他外部性的影响 这都是不好的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 杀人偿命 即便说你有道理 杀人还是要偿命 这其实当然就现代法的观念来看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才会有一个正当法为一条 那为什么正当防卫 以前都不行 这一次却过了 我觉得有几个点 我们可以去讨论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正当防卫在过去的判别的时候 对不对 很多时候 它都引发 这都是一种权贵 对平民之间的 一个不对等的关系 那在90年代 或者是还2000年初的时候 基本上权贵在中国的势力 还是非常强大 而且共产党跟权贵之间 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换句话说 共产党政府 它对于一般民众的观感 它会在意 可是它不会非常的去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但是当2011年之后 当这些社群媒体 当这些微信 当这些微博 还有手机网络 全部通通跑出来 消息压不住了 对 不像以前 以前山东发生的事情 可能只有山东那个事人知道 现在山东发生的事情 全国都知道 云南也知道了 新疆也知道了 而且是及时的 它不是说隔了两天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 原来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不是 我当下 这个马上一传出去 然后大家一直 retreat retreat 所有人都知道了 所以现在中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群众暴力 还有一个群众正义 简单来说 当群众对于某一个事件 尤其像这种事件 一个土豪 一个帮派分子 开着一个宝马车 然后对一般民众进行吸压 那这个民众 他只是为了保卫自己 不小心就把这个 把这个开宝马车的人杀死了 总会是他的错 因为所有群众在 审判还没开始之前 侦查都还没结束之前 他都已经说 这个人没罪了 这个一定是自我保卫 以前不需要去判说 这些曾经有类似Case的人 他是一个自我防卫的状况 是因为他不需要去在意民众的想法 现在不是 现在他必须要去阻挡民众 他的民怨累积起来 把这个矛头朝向共产党去 所以说他宁愿去破个例子 去判说这个是自我防卫 为第一 但是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 但这其实对共产党来说 是一个很伤的事情 这更代表了 你的法律都是人定出来的 你的法律没有前面 不是 这个对共产党很可怕的事情是说 如果说是他能够犯无罪的话 那表示说 他们的政权也会受到动摇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恶霸中 零霸中的bullying 他们是bullying中的bullying 对不对 这是影响到他们的政权 到时候民众 OK 我们讲回来 我们拉回来讲 这位余先生 他们受访 This is a fact 受访的他说了 他说我根本没有 我已经怕到 这个全身纹身 这个冠山龙哥 凶神恶煞地冲上来 对不对 有人在拉 直接拿着刀砍他 掉掉了 他讲回来 他为什么 又没有砍回去 因为龙哥跑回车上 要继续拿别的武器 已经说一定要把你杀死 好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在哪里 这个事情我发生在美国 余先生会被判刑吗 在德州应该不会 因为我们这里 连开枪都可以开了 在别的比较 比较国的州会被 纽约州 加州 we don't know that 在日本会 但是你要知道 在亚洲的时候 或在美国的时候会 你只要是跟黑社会 有挂钩的 very automatically 你就是 This is not right This is illegal的 这个organization 这位这个龙哥 他本身 你自己看他 为什么他能够 这样子为所欲为 这在中国 我自己在常常去中国 This happens all the time 在中国你当初 有个碰瓷 对不对 有这个案子碰瓷 为什么大家看到 老人在路上跌倒 不能去扶他 因为之前法院有判 说扶他的人 反而被告 对不对 那你说你敢吗 中国问题在这里 这个龙哥是天安社 天安社明显的是 中国共产党 养的一个打手 后面逛的是党 党旗 对不对 爱党爱国 爱社会 对不对 这个中国历史上 这个衙门的捕坏 都会有养一批 这个黑社会的小罗络 去做一些 去达到这个 控制这个民众的这个手法 这跟当年台湾这个 台湾这个国民党 养的这个竹联邦 有什么差别 这跟那个江南岸 有什么差别 一样的道理 这个龙哥才刚拿到 这个杰出士名奖 对不对 监狱放出来杀人 那么多 他知道有get away with it 所以他可以这么嚣张 因为他知道 不是老天有眼 刚好有这个科技 所以我说科技很重要 在中国 没有什么事情是小事 几亿人口 所有的小事 都会变成大事 中国厂长 绝对不喜欢这个结构 所以皮特你认为说这是为了平息民怨而做出的一个判决吗 我觉得一方面他当然也有司法上找到程序啊对吧 他那个看了那个那个证据对吧 另外呢这当然是会开一个那个先例 set the precedent 这很重要 因为 因为 大陆上他们也 刚才马建廷提到 不过我是觉得说 你真正的这个 就算他是黑社会的人 你真正从法治的角度来讲 也不能因为他全身纹身 或者是他是法治 就先入为主认定 他拿刀就砍人了 他今天是拿刀这件事 那今天问题就是 反过来说 如果今天他拿刀出来 但是这个人 他并不是一个黑社会的老大 跟黑社会没有关系 他也是开了一部破车 小破车 那么今天这样一个争执 他出来拿的刀出来 要砍这个论 会不会判正当反馈 会不会是民法 这种条件如果发生的话 根本就没有人会关心他 就完全没有 民众要关心的就是一个 阶级对立的一个状态 就没仇富 现在不是阶级对立 现在是穷人拿刀子砍穷人 那你们自己去玩就好了 反正到时候谁死了 没关系 法院自己处理就好 民众不会去在意这种事情 今天这个新闻会被炒作起来 主要就是 它是一个强权 对于平民间 极致间的一个对抗 这样的对抗 让民众可以有一个 有民愤 对 民愤 可以抒发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 是这些条件加起来 这个故事才会被渲染 那你今天去想嘛 其实今天他破了这个先例 我今天会造成几个问题 他判这个正当反问 其实会让很多 中国的土豪或中国这些以前 仰仗着自己跟官方有关系 去欺压 对 去欺压民众 对 会收敛一些 收敛一些 问题是现在卡带的一个问题是 共产党其实也是这一部分的人 对 共产党 讲共产党现在很怕 现在关键的是呢 如果有这个可能负面的影响的话 就是刚才马静提到的 因为大陆上 比如说强拆事件 还有很多这个违反 那个民主 可能背后都有 黑道的涉及 或者官方的力量在里头 不一定要有黑道在里面 这哪怕政府 比如说他觉得他有这样的 必须要这样做 但他用的手段可能比较强势 老本身他可能会自发来拿起 就是说自卫这样的手段 因为这有一个先例在里面 这个顾虑是肯定有的 所以为什么多少年 都没有去执行这样一个条款 就这样 其实这让我想到 以前台湾也有很多的违章建筑 要拆除违章建筑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天你就发现说 那边怎么起火了 火烧了 就是一旦火烧以后 竟然里头一个人都没有死 大家都跑光了 可见那个火烧 是根本是刻意去烧的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谈了两个 一个京东的刘强东 一个这个 昆山龙哥的事情 其实它有相似点 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对于让这些所谓的富豪 有权有势的人 必须要知 要有所警惕 不要再这样子的为所欲 我们有公平点 给中国 刚刚叶教授也讲了 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太快 然后这个人文 这个人本 这个没有追上来 Give them time 因为台湾30年前不一样 台湾的这个企业家 那些黑白两 王勇气 赵东 他们 whatever they want to do you get away with it 日本 美国 美国60年70年 也是一样的那些 the bear bear 是一样的道理 老师立大师怎么起来的 对 也是黑手道 所以law要把它 慢慢地抓起来 最重要这个社会上 you have to have consequences the majority people 要能够说去制裁它 所以这个 technology 这个就代表 technology 跟social media的重要性 even everything out